来吧 两边这种选完了 邸哥分析一下 这把对线上爱机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就看前期那个处理吧 这把小光传战绝对会比上一把好打一点 而且这把就不存在说像上一把那种 我中路没有限权 因为这把瑞兹推线是肯定能推的 跟杰斯至少平线 瑞兹一级学什么都能推线 来吧 学生局今天的最后一局游戏 卡莎这边还是一个多蓝剑 毕竟这个英雄存在进化Q的问题 出长剑三红不太舒服 阿姬已经在对面的红帮服留了个眼 有没有兄弟在扫描过来呢 暴女换扫了 主要放在眼的位置其实有点刁钻 如果乐眼往下面去靠开扫的话可能扫不到 就他想往下面石头人拉的话 开打 这样确定了对方打野的位置之后 IG的双人组织直接上线开推 留了个小兵 维鲁斯准备给被动 而且就这样 在你没上线之前小推一下 不要推的太猛 否则一会儿一旦这个抢二兵线已经推进去了 就失去了抢二本来的意义 是的 抢二就是为了多点对面几下 然后为了能打一波如果找到机会 对对 如果你太快吧 明显推进去你抢二就没道理了 反而会让对方吃塔刀 形成一波抢三的回推线 乐眼没有开扫了 那那个眼把乐眼看到一心二出 嗯 知道乐眼往F6走了 那下路IG可以放心的压 下路抢到二级了 那这样 洛跟卡莎也退回去 哎呦 这感觉千代远远中了 要来独打一套啊 哎呦 打得很凶 麻了 但Q我们还有个要 嗯 还能撑一下 乐眼直接来一个三级抓中 怎么说 这波直接Q一中 回身咬一套 就恶心你 但是好像倒斩杀线了这个血量 福福知道自己的苍穹之血是会被闪现躲的 是的 所以没有选择闪现出Q 主要这个杰斯的机制不是出手避重 出手避重太赖皮了 确实 纯性下的Q有闪是B多的 嗯 暴女配合这种没有控制的线上英雄 确实比较难抓 连闪都打不出来 所以这把他带电型嘛 也是就是尽可能的把伤害打满就好了 探照果实 小赛这边看到你照了探照果实 直接换了个眼 呃 两边河蟹可能要开始争同一侧了 但是乐岩的刷野路线比较诡异 他是并没有把野刷完 然后直接打河蟹 那这样河蟹打掉 然后奥拉夫是全刷完 利用探照果实确定了你把河蟹打掉之后 自己去下半区 因为自己下半区也是压线的 但勋哲未知被复复的眼看在124 嗯 那他也要直接去打河蟹 对 直接现场走了 哎呦来了一炮 但没关系啊 埃及这边下路是有绝对的线权的 还是因为一级上线抢了兵线 对 下一个这个线 乐岩好像有点想法 那下一个是放了眼的 想想想绕一圈 绕这个大眼位 他要再从那边跳上三脚草 Luki TP 已经交过了 这波只能看下一个自己的一个操作 哎呦经典绕眼位 好像绕道了 看一下 E上Q在骗赛哥的技能 W已经交了 一个Q交E 反身走位扭 能躲标的话还是能走的 是 还是没控制 就是那个问题 就你线上都没控制 你怎么跟暴女配合呢 这波萨拉伯回马枪 但真留不住的 咋留啊 葛文没控制 葛文6级之前连减速都没有 对 向前面座罢 中路 Rookie推完线 往眼区 做点视野 等下想越下 还是有点勉强 就稍微做点视野 他这个蓝 也不太指示 他越下呀 这把也是一个征服者瑞兹 他前面乐言在上路 骚扰几波赛哥 F6是被反了 所以这把大概率是6级打5级 暴女来了 闪现台 卫克这个闪 没有闪出了圣大登场 这个圣大登场 本来就有点往后 但卫克要交代了 伊昇 直接暴女 停A拿下 薰在等对方吹路卡斯 也看等不了了 直接出来喝退 小航这落势有点东西啊 直接抬的就是靠后一个身位 其实卫克往左上闪是走了的 但是千军一发之际 你也没有那么好的判断了 我小航抬得漂亮 但是Ig的几个对方红须的视野 其实放得挺尴尬的 就刚好帮女来的那一条路 没有视野 灯下黑啊 是啊 你没有他的视野 就你那个也许有视野 你又觉得自己心里安全一点 想来再抓Iboy 闪现钩 Iboy没有闪出来 这个位置 斧子过来 闪现躲了斧子的减速 往冰队里扎 防止太坦的下一钩 自己开一个Q的时候 交治疗 这个近距离的斧子 伤害应该是不够了 斧子也没中 这波感觉心没道理啊 因为没斧子 他第一波斧子没剪到 就没斧子 是的 没剪到C加就比较久的 往前走位 这个赛特塔都躲了 但是就是 杭了 杭敢赌啊 杭这一下是真敢赌啊 杭直接交散 Wink慌了 是啊 哇 这把这些CD斜落 而且给乐颜 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 你打F6 哥们儿和谐 把你打着 帝王黛玉 帝王黛玉 你过来这和蟹直接吃 把那个蟹给你剥好了 直接吃肉 这样七分钟 马上又到狭五千锋时间 上路对线上面两个人 几乎是一致的啊 没有太多的差距 区区几刀的一个补刀叉 这把Q的对线 其实还挺成功的 是 但是泰坦先一步过来了 现在先锋还有40秒 这么早来上 感觉有点 没事做 这样比较虔诚 就等着刷新嘛 但你这波如果没有做到事情 阿姨下路推线 就阿姨先来了 这啥意思呀 看到路塔死了 有惊艳的 那这波 真就等先锋刷新呗 但下路路跟卡莎 两个人是可以推线的呀 推线来的呀 这样 看看IG 怎么选 就下路 威鲁斯不得不实现 现在轮到 阿姨跟小航来动了 这波动得点早 如果现在依然这个位置 IG是能稍微站一下的 看一下怎么说 想绕回来的卢卡斯 卢卡斯这波应该是不回来了 直接要去打先锋了 还是要动先锋 小乐延续反了 指挥是放吗 先去越上IG这边 IG也想赚更多 中路没TP救他 拼不着位置可能要死了 直接打一下挂点火 勾一下之后 想让人头 人头是被德赛的点燃给拿到 虚甚至是都没有创造助攻的 哇 那这波IG也感觉赚麻了 这个先锋好像也能动一下 对 但乐延可以反一个 感觉拿Buff 前面那一波还是有点没交流好 因为下路那一波是可以先推线先来 其实早点 卡巴们都可以动先锋 但是先锋被小航拉走了 这就很尬 小航这边又在耽误对方的时间 太灵性了 是的 直接导致现在德赛的状态不好 IG不是很敢动这个先锋了 小航这波直接是 很灵性啊 他把先锋拉走了 很关键 刚才下面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一下 左下角这个小框 好 卡莎又去 搞了一下 维鲁斯 无视发声 两边都下单 都在上面去抢打一个4v4 来了 河蟹生了 哎呦 乐延还惩计把这河蟹抢了 那这个先锋 哎呦 被折磨 这个先锋好难受啊 两边都不太敢轻举妄动 是的 遥想今天下午有一局 先锋还坐了车 是的 这一把 这先锋在这遭受折磨 两队来回的拍一拍 下路 维鲁斯得到一个线权之后 是不是要徒步上来了 感觉可以上来 给点压力啊 但其实对于爱不爱来讲 这拨感觉也可以像上一局一样 继续去吃线 但维鲁可以假装来上半区 其实在下半区可以继续待着 但是小航看到他了 上路打起来 赛个有大招也不怕的 啊 维鲁斯很实在 可以回去了 维鲁斯很实在 这个还是走 象征性的走到了中路再回去 但还是需要路卡斯早点回来保一下 主要这波塔项会被越 鲁斯的TP忙就好了 感觉也能保一下 塔项真的会被越 有双招躲一下路的台 还是能操作的 路毕竟没溜 这波线吃完 辅助应该就到位了 还可以线不是很多 而且只被吃了一层堵层 还好其实 拿到了下路先锋 埃及这把前期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波过来 河道在座想动一下火龙 主要自始至终上路都有限权 而且格文被越一波 这个补刀已经有点炸了 是的 已经差了很多了 没有越之前 其实补刀没有差太多 现在上路因为有点打不了 特别想要利用这TP帮 队友打优势了 两边上单有个TP差 阿姨如果聪明点的话 现在打下面区比较合适 就上路直接放空了 因为现在对线 反正格文也打不了 还不如帮这边队友 TP多个人 能打赢团 看队友能不能 收尾带来节奏什么的 中路 往前走 直接打一套 但是自己反而被锤到了 血量很低的状态 乐颜变暴 被减速惩戒 没有选择往上扑 那这样两边作罢 还是杰斯反手有心 时这一波伤害太高了 但是这波反倒是看到 乐颜往上半区走之后 直接选择动小龙 这波的选择ID比较正确 眼威也再次确认了乐颜 在一个完全不可能 挣小龙的位置 把洛叫上来了 想约一下赛哥 可赛这边又过来不服 想单杀挂点燃 乐颜闪现 躲完之后 德赛危险了呀 感觉这个赛季出现了 很多次这种 就是 那边的拿龙 这边就是不服 是 如果卡斯本来自家上来 帮一下德赛的 结果自己上来 赛哥已经死了 那这样结束千诚炮形态 等待余震结束 一发品 又拿到人头 就他这个赛季出现 你这边的路线的吧 也是打WLG 就那个赵系 已经在眼上过来了 他就要过去QA一下 这个赵系 这波感觉还是 没有想到对面落回来吧 就如果落不来的话 其实这也死不了 就想试一试 逼个伞 可以 但小航说实话 这两把都太关键了 嗯 就他每一波 到的一个时间点 都刚好 差到好处 就这一波 以为只有对面 上野两个人 这时候看到 落已经晚了 就没这个落 其实死不了 嗯 但感觉还是 就是队友在拿龙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的 是的 稳一点是思路嘛 嗯 但是赛哥想打 贪一点 如果落不在 这波就很赚 就打个闪 对 嗯 这种就是高风险 高收益 是 那这个先锋 时间也快到了 想要来帮上路 拔下一塔 两层渡层 一塔应该是有了 这样下午先锋过来 直接是帮破败王 吃掉一塔 下路的话 小航又想过来 有先锋啊 这波换 感觉很转 Winker感觉 得直接走 不死就是转的 是的 应该是走了 蓝色这边确认过了 塔下没人 那这样 IG非常转啊 上半局 直接两座防御塔 而且路卡斯倒过来了 Cube这边 有E不会被勾到 上周二塔 六百块也收到手 嗯 这把打到后面 可能得看 后背之王的局了 去看破败王打团 能不能队友先空一个 秒一个减灵魂 嗯 来到中期 其实我是觉得 RA这个Poke阵容 在中期也还可以 闪现直接定 破败王在侧面 小航直接开 R客退 本来是想跟德赛 做个配合的 但其实 这个控制时间上面 不太允许 因为杰斯是有一个 水银鞋的嘛 是的 并且小航也在 这波 就即便空到了 也杀不了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IG 就是他们一直在找机会 对 可能别的队伍 这波都不会这么做 但是他们就是 一定要通过这种 找机会 你看又来了 德赛这波 把格文赶到了前面 大招起手 直接进内圈 续一个W W到之后戳两下 奥拉夫直接闪现上来 普通丢空了 K5追 还有最后一段的 穿真引错 林斯先把伤害打全了 这波IG可能要出问题 可才能走吗 偷来了格文 是自己熟悉的领域 一个R之后 没有换到人 直接被打成 一个双闪 小航闪现直接撞墙了 这个前面点厚 是 那这波感觉还是亏啊 Rookie也是没闪的 小航这边 W下去 还想再追 知道Rookie没闪 杰斯里面贴形态 Rookie没有向外猛冲的 苍穹职业如果怨兵的话 直接怨杰斯了 直接怨瑞兹了 那瑞兹应该也死了 小航补个点燃之后 风波也拿到这个人头 感觉开战之前 有点没沟通 就对面AD回家了 讲道力要 跟队友 就稍微沟通一下 就主要 大概率会去上 刚说完 就是IG就是这种风格 就是他们 这个赛季 我觉得 问题还是 他们依然在找 但他们找的机会 很多时候没道理 对 你比如这波 就算杀了 又能怎么样 就很多时候 有赌的成分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 是吧 我赌你的身后 没有AD 对 我赌你的AD 也没有来上 我赌铁AD出发 就是回家出发 第一件事 是局限了五线 是的 那这波打完又聚回 一换三 应该是 细节操作 这块都没啥说的 大招 进内圈啥的 对吧 都很到位 小航爷 是想闪过来 给个盾 他 他 准死了 第二支先锋 埃及还是 作为先到的 这一方 格温还在路上 杰茨一炮 是消耗到 Lukas身上 洛一个人 已经绕后了 洛这个位置 绕过来 Lukas血量很低 峡谷先锋 过去听惩戒了 听惩戒 承早了 110 没看到是谁惩到的 爱怪直接飞身后 太坦被秒了 等下这个位置 通关天的进场 也被秒 格温直接切死了 维鲁斯 正面群只能开始 朱文煌会逃跑 而Luky在这个位置 打出一场超复合之后 自己也只能跑到塔下 征服者虽然打满 但是应该 也只能到 到此为止了 小航这一波 招呼开战太完美了 妹夫了三个 Lukas已经很精力了 把小航的W给 拉断了 但没用啊 先锋还溜了 先锋还丢了 那 不对了呀 小航这路感觉 放不了 放不了 主要是 这波打完 IG又不对了呀 暴女404 杰斯303 主要现在没有位的双C 对面有个洛打团 感觉有点玩不了 是 看你就死 刚才先锋应该是 IG撑到的 左边没有减吗 右边也没机会减 来了 世界聚焦于你 Lukas这波都已经 很关键了 但还是魅惑到了两个人 魅惑到了三个 三个人 这个魅惑也成功 卡莎挂了电章 让卡莎有进场的时机 太厉害了 最后临死也没换掉 那现在IG场面 感觉又有点被动了 单代其实也带不住 什么东西 你也不可能 月塔杀这个格温 而且主要配方 这个阵容中期 Poke围绕资源目标的 这个争夺太厉害了吧 就这种 如果闪现开一个 中野跟技能 然后AD飞进去 B秒你一个 是 随便看谁死 现在这样打一波 格温不一定会虚 太大了 但是格温没有能力 给卡莎挂电章 虚风索迪重大死了 刚说完 哇 虚风索迪太重了 虚风索迪重了 没办法了呀 因为确实格温 没法挂电章 你卡莎只能靠自己 而且 虚风索迪 是真实誓言吗 你那个隐匿 他也看得见你 勾打 全被一个猛扑躲了 好难受啊 洛又来了 阿闪 W直接抬两个人 虽然这个位置 阿拉夫交出大招 但是 魏克直接被电刑一下 给炸死 那接下来这一把 可能又是 IG的一个 折磨局 受战时间了 真的是折磨局 主要先 团战不好打 代谢也代不了 哎 暗夜收割着这一下 伤害好高啊 回身Rookie又中了一炮 没事 我相信老练的IG粉丝 在看完上一波 已经睡觉了 明天还要上班 先睡了 还要上学 暑假的朋友上学 只有上班 乐岩反应很快 一个W就躲掉 对面两个关键技能 小航闪现开 真没办法 远处给了一标 直接标死 就现在没有位移的 双C碰到有闪的落 根本是活不了的 是的 那现在IG 其实也没办法的 必须一直找节奏 拖下去打到后期 感觉打不了 拖白之王之英雄 后期散场戏没有格温高 然后威鲁斯跟卡莎 就不用说了 就卡莎 后期强太多了 奥拉夫这兄弟咋分 也不厉害 主要 这暴女肥啊 13级了 主要你太肥了 哎呀 一炮直接半血了 你别说这把很有可能 魏克要被不明的 扣死了 群这边有闪的 先交大 感觉要闪出来了 收集了 直接艾卡西亚暴雨 给收集了 有大龙的呀 群这里在大龙坑 旁边阵亡了 龙怎么办 一打一 Q吧 通管天灵 Q吧直接减 这一手强度还是赖的 素质太高了 就两边都有打 两边都有点燃 就是伤害不够 后白这双 装卖领先的 大龙没有打 也可以抢 哎呦 飞上去 又吃了跟上一把 哎呀三次了 一模一样的画面 真的是三次了 Wink 0-4 摸摸头 喝口水 关键还尴尬 又来台 抬到Rookie Rookie这个位置 因为是征服者 拉不开距离 泰坦直接大刀帮他铁围 回身打一套 那这样乐言和小行也走了 AA现在可以直接推中路2塔 优势很大 最恐怖是他们这种后期 也比对面厉害 这就让IG很绝望 确实感觉没啥沟通 就这一局打下来 IG这边 是的 真没啥沟通 就大家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IG现在比赛呢 对线期之内 基本上还可以 一般过的对线期 就会出现 一些真的有的时候 就一下就把比赛葬送的角色 来吧 看一下风龙 就像腿哥说的 IG也知道真正龙必须没结 就不解脱后面打不了 还是想来试一下 但中路线被推过去了 Wink得收线 我又小航 直接来了 皇冠一开 但是没有压 这样风龙也拿掉 来快儿圆文鸡冷静一下 来了打起来 永桑定住小航 小航直接开大 甚至反身想回开 一个W躲了太坦的钩子 有暴露的奶 但是奥塔已经拆完 没有地方可以继续推进了 上高感觉还是比较困难的 有点绝望 主要现在乐意 有奶 就正面不怕你的Poke 你一见我一口奶 就奶满了 是 RAA选择了对纹的玩法 再去把上路的600块钱给提出来 确实这把打完 就 因为 这把战绩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还是得用最稳的方法 结束这场游戏 是的 因为我们赛先一只在聊 前四能少打两个比我五 优势挺大的 对吧 你就能看你的对手多打几轮 看一下最后赛版本 哪些英雄比较强势 看到上路想抓一下 Rookie Rookie还没有发现 那这位置可能 跑不了啊 开车吧 开车吧 小航 小航 第一时间没有看到 Rookie的位置 他第一时间不知道Rookie的位置 对 因为Rookie卡强了 没事 没事 但是现在真的 我感觉这些都不重要了 就还是这个局势 没有什么翻盘的可能了 这小航打团随便 双C或者上路开一个 团队都是随便打 装备毕竟碾压了 可是爱 看到了艾布艾 可是艾布艾立刻引力拉开了 剪 上路二塔应该是剪掉了 正面要开了 小航来抬 奥拉夫在被抬之后才交出大招 正面德山想单杀艾布艾 艾布艾一个过强 而且大招没有命中 艾布艾交闪了 队友身边乐言在身后凶所敌 艾布艾给出去的治疗 这个治疗还有刘正东最后的故意 德文在侧面直接引针促射 把三个人打残 也从闪现上去平点两下 配合火器的超高伤害 拿到了一个双杀 德山在断线 但是上路的兵线到了 感觉上路的高地还是守不了 是的 再打队回来没有中 乐言在找他 跳上去打一套 伤害非常高 再跳上去再天脸Q 走位躲了个破坏王剑 交闪之后躲了千代优业 回身再跳 哇 被乐言给秀了 秀了 乐言小周围夺了好几个Q 上路还有一个兵 感觉只能拆个梅亚塔 一波可能一波不了 中路的高地也推掉 这样留一个水晶 这把又是一个巨大的人头皮啊 勾到有踢 想反打 但TP的位置被发现了 踢下来的是个瑞兹 就是要死的 直接被融化 那这样可能要找一个一波了 再闪现台 台到对方的跌幅 洛虽然被击杀 但薰交出闪现之后能走吗 抱你一个Q 精准的命中之后 再等自己猛扑近距离 Wink给了一件 因为这个伤害还可以 打退了乐言 乐言这里没什么蓝了 想要强行推一波吗 艾波过来 先单杀掉了一个Wink 艾波这里应该是走不了 但正面三个人可以直接推家 是的 而且侧面格温再过来 那正面把家推掉 恭喜RA 以11-5的战绩 结束了自己夏季赛 常规赛的征程 是的 恭喜RA 但是对于RA来讲 季后赛还在等待着他们 在春天虽然第一轮战胜了对手 但是他们未能走得很远 而在这个夏天 他们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并且现在 他们还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剩下跟他们战绩相同队伍的结果 因为最好的成绩 他们是有机率会来到联赛第三的 对